原本計畫八天的太空任務 現在卻變成將滯留太空長達八個月 全是因為波音星際飛船推進器出現故障 導致兩名太空人卡關 遲遲無法返回地球 兩名太空人差點被丟包 如今NASA也祭出配套方案 就是讓兩名太空人 在九月轉入國際太空站工作 而由於波音和SpaceX 藏內太空服不相熟 也預計將送上另外兩套太空服 至於故障的星際飛船 則以無人駕駛方式自動返航 NASA署長在記者會上試圖替波音挽回顏面 但截至目前工程師仍找不出推進器故障原因 波音飛船出包還得靠對手相救 也讓波音公司近居太空版圖的野心狠狠 甩一跤 NASA已在這個月派出太空後船運送食物 和燃料補給器到國際太空站 確定得等到二零二五年才會帶兩船回家 如今NASA拍板折衷方案 設定對波音來說是一大打擊 加上後續維修還得花上一到兩年 波音在任任務是否面臨重考危機 都將是未來一大考驗 閃靈新聞 柴柴報導